這集球星大股翔平 在職棒最高殿堂 打響名號 現在又有日本怪物級高中生到美國追夢 在高中期間 就轟出一百四十發拳雷打 左左墨林太郎力壓花卷東高校的兩大學長 打破日本高中生紀錄 雖然被看好 能成為日本職棒選秀狀元 但左左墨的父親 同時也是大股翔平的高中教練 建議他走另一條路 在日本 人們會比較注重 在短期間 但在美國 他們會發展一個人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周中沃林太郎 今年得到名校史丹佛大學的全額獎學金 成為日本棒球員第一人 史丹佛大學還特別發布歡迎影片 希望連續三年打進全美大學 世界大賽的史丹佛能再創佳績 一天 我想要玩在同域的地域 像烏托尼和沙撒基 那是我的導致 過去也曾有日籍球員 從美國大學畢業後 直升MLB 左左墨林太郎能否延續怪物傳奇 職業生涯依舊充滿挑戰 三天新聞 上次報導